致詞認物策略 切法寫物查 形容偏一 我不懂這個字 讓我運用切法寫物查這五個步驟認物這個字 這個字是左右結構 可以切分為二、零兩個字 我可以根據字形、讀音和意義 使用不同的方法 首先,我會找出捕手 這個字的捕手是耳 意思和耳袋有關 我猜這個字和耳朵或聽話有關 接著,我會嘗試讀聲旁 這個字的聲旁是靈 讀音應該和靈相同或相似 但是靈聽? 我好像沒聽過這個詞語 讓我嘗試其他相似的音 難道是靈聽? 我記得老師說過上課要留心靈聽 可能這個字就是靈聽的靈字了 最後,我可以使用填顏色和讀部件的方法 例如我可以用不同的顏色筆 在耳靈兩個部件上寫一次 又或者我可以讀部件 讀出耳靈時靈 來幫我記認這個字 說得很好 看來你已經懂得用不同的方法來記字 要留意不是每個字都可以用齊所有方法 只用合適的方法就可以了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字寫出來 在寫的時候 我要注意 執筆方法、助織、筆劃和筆順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字試一下抹出來 最後我會檢查一下我寫的字 特別要注意筆劃、 部件的大小和部件的位置是否正確 多用切法寫密查這五個步驟 形字、密字就容易得多了 致詞應密策略、切法寫密查 應用編記 同學可以配合使用切法寫密查工作紙 學習生詞 先請家長將詞語寫在頂部的方角內 同學按字形結構 將字切開之後 就選用適合自己的方法來記字 我會用填顏色和讀部件的方法 等我將它們圈出來 我會將部首、鳥字填上藍色 嗯…我就喜歡橙色的 我將我這個部首填橙色先 然後讀出部件 我、鳥字、鵝 我就會用找部首的方法 鵝的部首是鳥 我猜它的意思和鳥類相關 在方角內將生字或者生詞寫一次之後 將工作紙向後摺 又或者遮住工作紙上面的部分 最重要是看不到上面的生詞 將字詞密寫一次 切法寫密之後就是查 檢查自己密寫的生字是否正確 如果密寫的生字有錯 就在改正的方角內 將生字或者生詞改正一次 寫字 記好切法寫密查 認字、密字、無難度